延时摄影又称为间隔摄影,缩时摄影 通过设置一定的拍摄时间间隔 把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天的过程 压缩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 以视频的方式播放 让我们能够以不同的视角观察世界的变化和美妙 本期视频来讲一下延时摄影的后期处理流程 我这里用到了LRT6 Lightroom 达芬奇 LRT6要搭配最新的DNG RAW来使用 在官网下载安装即可 LRT6 Lightroom安装包放在评论区了 网址也放在评论区 如果评论区没有的话 就在公众号回复延时摄影来获取链接 首先打开LRT 在左侧找到拍摄好的图片文件夹 选中后自动加载出来 左上角可以播放预览效果 第一步给照片打关键帧 我们看左边画面里的蓝色线 代表整个延时的一个亮度变化 线条比较平滑的情况设置三个关键帧即可 如果起伏很大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五到八个关键帧 然后点击保存 我们打开Lightroom 点击这里将图片导入Lightroom中 再点击导入 在右下角过滤选择LRT关键帧 我们刚才打了关键帧的图片就被筛选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给图片进行修改调色处理 调整完成以后 全选图片 将第一张的照片参数同步给后面的所有照片 接着选中所有照片右键 选择原数据 将原数据存储到照片 再回到LRT 选择重新加载 然后再选择自动过渡 软件会根据我们给关键帧照片修改的参数 自动修改剩下的所有照片 这时候我们点击视觉预览 就可以在左侧看到播放效果 如果不能播放 请检查是否安装了最新的DNG肉 这时我们看到亮度的蓝色线变成了紫色 如果线条波动比较大的话 就说明画面里面的亮度 在播放时会有几帧突然亮了 这时需要用到视觉去闪烁功能 点击后将这里调至最高 精度选择更多 开启多通道去闪烁 然后点击应用 处理完成后选择文件保存 然后回到Lightroom中选中所有的图片 右键原数据 从文件中读取原数据 接着导出图片 格式呢 我一般选择GPG 品质选择最好 导出即可 完成后打开达芬奇 先修改项目设置 分辨率呢 设置成4K 帧速率我选择24帧 选择所有的图片 拖入时间线 就自动变成视频了 放大匹配一下16比9的画面 直接导出即可 如果是移动延时的话 可以在达芬奇里做一下稳定处理 达芬奇的去闪烁功能也很好用 这里我们不做讨论 当然如果你用PR或者达芬奇直接去处理序列针 也不是不行 本期视频只介绍LRT和Lightroom的工作流程 希望视频可以对你有帮助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